隔天要上课的东西 没办法提前准备好吗 每天都要三催四寝 一年级这样 二年级这样 三年级也是这样 提早准备有这么困难吗 小金你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 我不用去上班了 万一到时候我确诊了 他传染给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 每天煮咖喱饭给他吃 他吃完之后 就用糖尺在盘子上挂出壁吃 这年级的孩子不都这样子吗 我先走了 你不上去吗 他只是一个提供金子的男人而已 你真的还是会想他吗 对啊 我真的很想念他 你爸可能要回来吗 每个人都有难堪的过去 只是大小不同而已 而且 未来会怎样 也没有人知道 你难道忘了吗 爸爸不会回来了 为什么我要去承受你的烂婚姻 为什么我要去承受一个 我根本不认识的妈妈 你为什么要一直说一些 让我听不懂的话呢 你不要认识的妈妈 你为什么要去承受 你遥识之后